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您请 别进了 老太太 我是来向您道谢的 老叫出酒了 我知道了 你和永昌谈过了 谈过了 那个没有字的碑上 应该刻上谁的名字 我 我还没刻呢 问你该刻上谁的名字听不懂吗 我不想说 你要是还不想跟我说实话 以后就别来见我 走吧 老太太 别说了 我都送客 您请吧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指的是实话 没有了 有试红里面 买卖古董啊 快点 有试红里面 来呀来呀来卖来卖 有试红里面的 他的强处在刚 弱处也在刚 全不知刚愎自用 命悬一线 他很危险吗 四面受敌能不危险 他没有一个朋友 我们端到他的底 我把他的来历告诉他 断了他的后路 你蠢哪 你是断了他还是毁自己啊 那 那我再去找他谈 没用 你以为别人把你当回事 立不起来的男人不可预谋 勇畅啊 你抽大眼我从来没管过你 今天我要叫你戒 今后真是要指望你了 我 我戒 戏才刚开头 大轴戏已开裸 不过你还是这副样子 别说是恢复祖业 连命都保不住 不信走着瞧 哪儿去了你 小姐找你半天了 在哪儿啊 在屋里 快去吧 好 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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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躲在这儿呢 你啥 你别闹 我 放手 小姐给人看见 看什么呀 我今天都当那么多人的面亲你了 现在又没人 没关系的 有什么事儿 说事儿 结婚啊 那不行 好像我落地家是贪图你们家什么 什么事儿的 不是你贪图什么 是告示上写着的 可是 我没接告示啊 接不接都一样 反正现在我是你的人了 你想我穷得叮当的 我能养得起你啊 你是入坠股价 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可是功能不是我的 是姜大水的 我不管 我觉得就是你的 你 你不信你去问问他吗 我上哪儿问他去啊 全是托词 一句话 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 是的 不行 刘叔 你想娶也得娶 不想娶也得娶 全江阳城的人都知道了 你想让我在全城人面前丢脸吗 可这也不怨我的 好啊 刘叔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我长得不够漂亮吗 我出生不够高贵吗 我没学问吗 我哪儿配不上你 你不肯娶我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隐私 你看着我 说话呀 你出生高贵 你漂亮 是 是我配不上你 不对 全是假话 你要是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私 你巴不得娶我呢 我有什么隐私 你赶走了江大水 挤走古风 你想让永胜离不开你 然后再独霸这四口老叫 可是你娶了我 不正好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你干吗不娶我 你还想干什么呀 没事我先出去 我告诉你刘叔 你有多少阴谋诡计 我就非叫你不可 行了行了 都练半个小时了 歇会儿啊 行行行 有什么话你就说 又想害谁啊 你看看 这张嘴害谁 我是有日子没跟你在一起了 咱们亲日去啊 那你就亲吧 这 你看你又来啊 凑合着点吧你 丁啊 我知道你这阵子老躲我 是不是想跟我断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知道 你满脑子里边想的都是刘叔是吧 我心里想什么你又不知道 还不认许我想了 好 我告诉你 刘叔没有几天活到 你说什么 动心了 你可别开玩笑啊 这回我可知道 怎么让你着急了 你想把它怎么样 这不关我的事 我只是跟你提个醒 让你死了这个念头 好 你感觉哪儿不舒服 我要是够点时间 不抽那东西 就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起来吧 我还有救吧 看你说的 怎么会没救 只要有毅力就能治好 我有 怎么忽然下这个决心了 再不戒掉 就太对不起自己的祖先了 这么说是想重振祖业了吧 对 再不真切 祖先的产业 可就真是在我回归之日了 怕是有人要抢在你前面了 你是谁 对不起 其实你有这个决心我真的替你高兴 我会帮你的 咱们好好配合 不 你刚才 谢谢云医师 我求求你 一定把我戒掉的 行吗 这你放心 我本来就是个医师 一切都为了患者着想 吃的就是这碗饭 你记着啊 我给你开的药一定要按时吃 关键啊 你千万不能碰那个东西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不行 我非嫁他不可 不行 这么大的事得从长计议 夜长梦多 他要是不愿意呢 你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 他并非不愿意 是他另有所想 所以啊 我们必须搞清楚来龙去脉 才好做决定嘛 一时半会儿你弄得清嘛 反正没有他 永胜老教早就被封教充功 早就变大奋驰了 那倒是 他功不可没 就凭这个我也非嫁他不可 可我这心里不踏实 觉得刘叔这个人 让人肘肘不透 说不定哪天 他把我也连窝端了 这个我早想过了 第一呢 无论从哪方面想 我嫁给他都不会后悔 直到现在我还没遇见过 第二个让我这么心动的男人 第二 如果他有什么二心 只要他给谷家做了女婿 他就得一心一意为谷家办事 断了他的一切想头 那么第三呢 没了 他要是坚决不答应呢 发帖子 全程三老四少有头有脸的人 都请过来 当众宣布 叫他没有退路 你也别说 这倒是个办法啊 这样 这事先不要露底 把大家请来 就说庆祝咱们永圣老教出酒 找个合适的时候 再宣布婚事 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我想他还不至于 当着大伙的面给你下不来台吧 来吧 来吧 想要陪华子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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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陪华子 来吧 来吧 老掌柜请你务必光临 可喜可贺啊 我一定到 不过 这酒夜 只是为了庆贺出酒吗 那还有什么 不是要宣布古小姐的婚事吧 不知道 你知道 你不愿意说 好 少掌柜真是心胸豁达 宽宏大量 这婚姻也有让贤之美 老朽佩服啊 莫不 你还要给刘叔做办法 那可就 宇霸相征 于庸得利 坐 嘴Ya 香港 你不是 瘦 你你是 找你的 應該 走 我说你动作能不能快的 你磨蹭个啥 古风啊 把每张桌子上 都摆上一坛新出的老叫酒 您放心 早备上了 刘叔呢 怎么一大早没见着他 兴许是一出酒 心里一踏实睡懒觉了吧 去催 派个人去 好嘞 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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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游叔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 早不早啊 每一大早他就没弄面 办什么事儿去了吧 派人叫去啊 他也去的人都回来了 踏进了大门也锁上了 找不着啊 他是 有一朵了 他都知道今天要宣布订婚的事儿啊 为什么走了 我想起来 有一回他说 我该走了 这个没良心的 这么狠心 走就走吧 这个人不知趣 你就不要想他了 其实啊 咱家的古风 财家的展望 都挺不错的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懂个屁啊 跟我也这么说话 找 都去找 就是跑到天边上 也得给我找回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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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死了 什么 死了 哎呀 真的 别找了 我都跑了一纱 我腿都跑断了 那渔民是亲眼看见 流出道的江里给淹死吗 不可能 他说他会水 淹死的就是会水的 他不是喝醉了吗 那水性再好也没用啊 你是怎么知道他喝醉了 那 那个打鱼的说的 走 你带我去见那打鱼的 那江上成千上万打鱼的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你 你你你不信问这伙计 没错没错 听说他昨天晚上去看戏 还喝那个谁 刘老板一起喝酒 你看 你忘了 他有一次去听戏 不就是喝了一瘦瘦没回来吗 你个长袭的臭婊子 回了 真相看会了 现在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他怎么 怎么都就这么就死了呢 吴信 找 给我去找 就是死了 一定把石头给我找回来 小祖宗 你别声张 别喊 这种事是不能声张的 就是真的找不回来 也只能跟大伙说 今天是庆祝老轿出酒 真的假的 那还有假 一百辆大分车就放在永胜的门口 凶着过路的人没有布补鼻子的 你真要把大分 倒进窖里 我就把你柴家大院全填满大分 那不是吓唬张营卦的吗 反正他不能进作坊 出大事了 妈 柴豆爷 刘叔掉到江里淹死了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你知道这事 我不知道 我早说过 刚毕自用命悬一泄 可惜了 可惜了一条汉子 老太太往后就更难哪 可见背后还有人 官府一接手 咱们得另批西境了 可官府凭什么一来就接手啊 自己想想 接了吗 我 我正在接 可这事怎么这么难啊 比你老主创业还难 我敷衍去了 你去吗 永昌去 别忘了 把新出的老叫酒 给我带一滩回来 妈 他们的酒你也喝 是咱们祖宗的酒 小心点 下一个就是你 我又走了 这就是永胜老叫 您尝尝 真是名不虚传的 你真到顾家喝酒去了 当然要去 而且你也该去 怎么样 咱们的机会来了 你呀 成天鬼头鬼脑鬼心计啊 您还没听说吧 刘叔醉酒失足 掉到江里淹死了 有这事 怎么没人报官呢 死不见尸 怎么报官 可据我所知 他并非醉酒失足而死 有人害他 正是有人勾结道场的人 下的黑手 谁呀 顾家的大少爷 顾丰 顾丰 合乎情理 情杀 为了顾家小姐 才杀 谁都惦记得继承那四口名叫 这是你怎么知道的 这什么事能瞒得过我呀 顾丰亲口跟我说 不除刘叔 这永圣老教就没有安宁的日子 好机会啊 什么意思 抓顾丰 为什么 为刘叔报仇 吃饱了撑的 顾丰和刘叔不同 他是个软骨头 只要他招了 下辈的事你就交给我办了 你当证人 别把我绞进去 这证人啊自然有人当 不过呢 你关上他两天 就让他跑了 是你怂恿的顾丰吧 我好勇力 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呢 你看 满脑门子就写着缺德俩字 我好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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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你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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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